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台北宅度假六间台北千元高CP值旅馆推荐 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是杂重本 就是我花了大概一万多块 住了很多间的旅馆 讲这么多,想说我们也没要求你要住啊 原因是呢,因为我们家有人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然后他们有密切接触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立马就躲出来 因为我后续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可能要跟艺人接触什么这个 我真的怕家人意外得了之后 又我也染疫 然后导致我们工作全部要取消延期各方面 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艺人的身体健康 我真的扛不起这个罪责 所以我就立马的逃出家门 没有再跟我有可能确诊的家人有密切的接触 然后答案就是我家人的确确诊 但是我就是很顺利七天都阴行 在今天你听到这一集之前 往前推七集 我这七集呢 每天都是带着我的录音设备到各个旅馆 晚上在旅馆里面录音 所以你听到的音质会跟我在家里听到的有点不一样 那个空间感就是在旅馆里面录的 然后因为我本身真的是每一间旅馆都是我自己花钱住的 而我在这个11天在外流浪的日子呢 我总共住了大概有六间旅馆 我大概整理了六间 因为后来我有几天就是连住同一间 刚开始我非常认真每天换一间饭店 就是为了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饭店介绍 你说我是不是很有心 是不是要去IG按个赞 快去追踪其实你应该 那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 或是用Spotify在收听的话 它可以去按星星按评价 一定要去按五颗星了吧 我这么用心 好啦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就来聊关于说台北五间 我觉得千元左右的高CP值旅馆推荐给你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去住台北的旅馆 我之前有讲过一个词叫staycation 宅度假 意思就是可能我们出不了国 你只能在你就是生活所在地附近旅游观光 那你要怎样营造出一种度假感 就是除了去国旅 可是可能你在台北 就墾丁啊屏东之类的之外 但是你在台北市 其实你去住你家旁边的旅馆 或是周遭的旅馆 其实也可以创造出一种未度假的感觉 的确我这几天这十几天在外面流浪 就是有一种在度假的感觉 每天都在上演时尚玩家 我住哪里 我就把它周遭的市场 或是名店给吃一遍 我跟你讲那个心态真的是不跟宽 因为哪怕我就是都在台北市 我没有离开台北市 但是这些地方都是我平常会去 会来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当你住在这里 跟你就是坐捷院经过的时候 真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我后来就真的认真的发现 你住在这个地方 哪怕你常经过这里 你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心情表现 好啦讲那么多废话 第一间呢我要介绍的 因为我当天被收到说 我们家可能有人跟就是确认者 就是有足迹交集 而且他们有相处一阵子的时候呢 我就立马订饭店 当天订当天入住 所以订的是有点仓促 我那时候订到一间叫做文甲行旅 就是它是孟甲的甲 文甲行旅呢 它是位于龙三寺旁边 它说真的 我跟你讲没有该开玩笑 它紧贴着龙三寺 我想它对墙 龙三寺的墙基本上已经跟这栋建筑物黏在一起 所以呢你打开窗户 一秒到龙三寺 那这一间饭店 当初我什么会 你知道我本身是住士林 大老远到孟甲万华去 是因为它在Agoda上面的分数高达9.1颗星 而且它的价格真的是蛮便宜的 那时候看到它价格才 就是加税 它没有加税 现在是900多块台币 那加那个你知道税金之后 变成是1016元 那我觉得相对来源算便宜 尤其我是当天订当天要入住 有点赶 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可以选 而且它其实是双人房 再多的是两个人入住的话 一个人才500多块 那因为我实在是订的太赶了 所以我只订到双人房 但是我觉得价格1,016 以双人房的大小来说 算是相对合理的价格 那这间文甲行旅呢 它是位于就是我当时说龙三寺 就是在龙三寺的正后方 正后方没有在开玩笑 那这个地点它的对面是小夜市 有个应该是就是孟家夜市之类的 所以你晚上要去买东西吃是蛮方便 附近周遭有些冰店 就是我前几天有介绍 都是在那个对面的区块 所以是真的吃东西蛮方便的 那他们家来介绍一下他们家的装潢 他们家的装潢当初为什么 就是会入我的心 是因为它整个装潢成调是就是清水膜 就是水泥风 然后加上木质调 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 然后又是很有特色的装潢 感觉就是蛮好拍照 虽然我完全没有拍照 那它的厕所呢是干湿分离 左边是马桶 中间是洗手台 右边是淋浴的shower 它不是花洒 它就只有一个脸膨头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那么低调 因为我等一下每间饭店都会不一样 那这间他们家的是只有脸膨头 那它的装潢是蛮干净的 但是它瓶数偏小 它只有四瓶大小 就是你进去之后 你就会觉得 就是行李箱打开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位子可以走动 就是蛮小的一个空间 那它的厕所是免制马桶 那个加分 然后它的那个备瓶 就是沐浴乳啊 吸发乳之类是蛮大罐的 然后是算是文青品牌 叫做茶子糖 你去成品都会看到他们家的柜味 就蛮香的 但是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味道 我个人觉得住起来的感受是蛮好的 我说的感受是整体的氛围 就是空气的感觉 跟那个整个干净度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 我都是会讲好的跟坏的 它的分数高达9.1分 当然撇除它的价格算甜甜的之外 它的床 真的是硬到 我会以为我睡在木板上面 加上你把窗户一打开 只有看到龙三四 我会一秒钟以为说 我是不是住在庙里面 我在残拜吗 那人家说 哦不是在残拜 我住在旅馆里面 真的是我 就是自己突然会有这个 你知道 觉得感觉 我是住在庙里的感觉 但是因为它的床真的太硬 我就这个大口粉 如果你本身对于床的软硬度 你很在意的话 他们家的床真的太硬了 因为我本身是可以睡硬床的人 但他们家的床 我真的认真觉得它就是木板 因为我如果睡太硬的床 我的身体有时候会麻掉 那它就是会让我有点麻掉的感觉 就是它有多硬了 那除了我刚刚说 这个床很硬的问题之外呢 还有个小bug 因为我这一次不是出门的时候 每天都带着我的所有家当 我的电脑跟我的录音器才出门 所以我每个饭店都有录音 他们家的冰箱声音就无底大 我在录音的时候 我必须把那个冰箱给插头拔掉 不然那个声音大到 我全部都会收进去我的录音声音里面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小小缺点 如果你本身对于那个低频 你很在意的话 那个机器运转的声音 它的冰箱声音真的很大 那除了这两个点之外 我觉得整体的干净程度 跟空间的就是那个气味 跟那个空气品质 我都还觉得还不错 位置也很好 因为就是龙山寺出来 就是立马可以去check in 而且对面蛮多吃的 你又可以去龙山寺惨败 而且我觉得大家分的一点就是 你睡觉会很安心 听到这里你想说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 因为你去住饭店或旅馆 如果你一个人入住的时候 你有时候人在异国 或是住一些 就是不是很熟的饭店的时候 你心里难免 晚上睡觉就会毛毛的 心会不安定 但这间 旁边就龙山寺 你打开那个宠物就是龙山寺 所以你安得跟什么一样 你心超级安 所以我觉得 这是它加分的地方 你打开宠物就 龙山寺 我觉得我非常的安心 让你睡在神明座旁边一样的概念 系出同门 所以这间店呢 叫做文甲心旅 它的分数高达9.1分 在阿高达上面 但是我本身 因为它的床太硬的关系 那加上它的那个杂音 还有一些小扣分的地方 我个人就是给它7.5分 因为我觉得床太硬真的是不OK 那这是我的评价 那第二间我要就是推荐的饭店呢 它叫做Hotel Papa Wild Wild是金鱼 然后它的整个饭店超大间 在西门町 很大一间 我真的很意外 那边开了一间这么大间的旅馆 因为我之前很少会起来 它是靠近那个 万华运动中心旁边 然后它的装房 外面就有一大只的金鱼 那这间 我当初也是因为订了 文甲行旅之后呢 然后隔天想说 就是要订别间 因为这间真的是 床太硬了 那我想说那我去试试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 评价不错的饭店 这间高达8.4颗星 算是新盖好的旅馆 我之前真的没有注意到 那它的价格呢 也是双人房 就是进去的话 可以两个人入住 那我是一个人入住 是1173 是加税之后的金额 没有加税 也是900多 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那装潢 我觉得非常有特色 我这一次住的 所有六间饭店里面 我觉得这间装潢 是最值得拍照的 因为它走的是 木质调加工业风 对 木质调加工业风 它上面的那个 都是钢筋裸露 然后它有做一些 那个啦 涂漆什么之类的 而且它的浴室呢 是黑白色系 黑色的瓷砖 然后它们 你看到那个 脸蓬头啊 或是它那个洗手台 都是金铜色的 那感觉拍起来就觉得 哇好复古 它连那个吹风机 都是那种 以前那种 铁制的吹风机 我觉得它整个拍照 氛围是好的 它连它的床部啊 它的书桌上面的摆饰 都非常的文情味 我个人觉得这间店是 如果你要拍网美照的话 这间店不要错过 那它们家 来了 除了我刚刚讲的 就是这些优点之外呢 它们家有个几个 我觉得很致命的缺点 它们的沐浴露 给它是小瓶装的 那个小瓶装 真的是有够小 但你如果住个一天 是OK的 但是它那个小瓶装 就是你必须 把它拿到你的浴室里面 然后用倒的 然后它倒的那个口 没有任何的小塞子 就是你倒 就是整个就倒出来 所以有可能你 一手花 你整罐就会倒掉了 但是它们家的备品 除了洗髮精 沐浴乳之外呢 我觉得它家 凡是还要给你身体乳液 这个也是 我给它一个 小小赞的地方 但是 来了致命的问题就是 它的洗手台 上方 因为它是 我刚刚说是铁铜的 它的铜 这个就是有个 它但漂亮 漂亮是漂亮 但是它的冷水跟热水 是左边是热水 右边是冷水 你得要先开冷水 再开热水 就是它不是那种旋转式的 或是它是可以 直接控制两个水一直出来 你得要两边自己控制 之外是 它的洗手台 设计是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开了水之后 你要洗脸 它上方的那个 玻璃城架 就是在那个 洗手台的 金铜的正上方 所以你要洗脸 就是用头去 颅那个玻璃 就是离太近 它那个距离没有抓好 所以你一洗脸 就会呈现一个 很诡异的姿势 就是你没有办法 把水泼到你的脸上 因为你一往上泼 会泼到那个玻璃城板 那如果你要 站外面一点 往外泼 你又要把水泼出去 这点真的让我很恼怒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很在意 要洗脸 洗很多次 我要一直不停地冲水 后来我真的是 洗没卖 就是洗手台那边 洗脸洗到不爽 我就跑去那个 淋浴间拿那个 联盘头用冲的 但他们家的联盘头 是有三段时 是可以 shower 就是有那个 花洒的 然后有联盘头 跟下面那个 水柱的 就是有三种形式 这点实在还不错 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家 除了我刚刚说 洗手台那个 大口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大口粉 我就是住的那个 房间相对比较便宜 所以没有窗屋 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它的那个 对外的抽风系统 是对那个走廊的 那个风扇 超级大声 大声到 如果今天 我即便我今天 没有要录音的需求 我也会觉得 那个风扇很吵 会影响我睡眠 更不用讲 那只是风扇 它只是把 你房间的风 抽出去那个走廊而已 你如果又开冷气 它的那个冷气 是工业冷气 油够大声 它没有隔板 它没有再加层 它直接是工业冷气开 有够冷之外 但是它有够吵 所以变得是 你整个房间 就会呈现一个 冷冻库的概念 然后又很吵 那加上我刚刚讲的 因为我要录音 所以那个风扇声 就会完全的 收进去我录音里面 而且还关不掉 因为它那个是 等于是强制 一定要抽风系统 要把房间的风 抽出去 那这两个 是我觉得致命的问题 我后来没有续著 也是因为 那个声音 实在太吵 还有那个 洗手台的问题 不然它整个 就是干净度是OK的 然后它整个 就真的很可爱 它装潢很可爱 而且我很喜欢 它那个书桌 在那个书桌录音 就觉得别有风味 觉得自己很文青 因为它那所有的 布置也好 整个色调啊 整个装潢 我就觉得很够注意 但就是 那个洗手台 还有那个声音 真的不OK 当然还有它们的床 跟枕头 也是非常好 很舒服 睡起来 非常的自在 完全没有压力 然后那个软硬度 都非常的刚好 所以这间 Hotel Papa Wild 高达8.4分 是Agoda给它的分数 我给它的分数是 8分 因为我觉得 那个还是小扣分 如果它两个 可以改善 我觉得是个 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第三间 关于台北千元 高CP值的 旅馆推荐呢 其实是延续第二间 它跟第二间算是 连锁的集团 那是分不同的 经营策略 第三间叫做 城市商旅 城市商旅呢 其实算它蛮多分店的 但它的经营策略呢 就是比较偏商务 所以它的房间数 非常多 但是它的空间 相对是比较小的 就是都是真的 很小一间 大概不到四平 就是床进去 然后你的行李箱 可能打开 就会塞满整个房间的 但是它的厕所 值得嘉奖 是它的厕所 竟然是有浴缸哦 所以它的浴缸 跟它的 就上面是脸蓬头 是你就是淋浴完之后 是可以泡澡的 然后它的 马桶是在另外一侧 那它的马桶 我都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是一般的马桶 但我觉得它的干净度 是非常OK的 就是干净度 没话说 住起来的 那个床的软硬程度 枕头的舒适度 都是适中 我觉得给它一个赞 那以它的价格来说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嘴的 甚至它的沐浴炉 它的洗发炉 它的润发炉 都是那种超大罐的 用量 就是它是那种 直接浅在墙壁上面 挤压式的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 你像刚刚说的那一件 一样 就是它的那个 是超级小罐 你要很怕 说你 那个用量 你要很节省 不然用完之后 你就没得洗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它的加分的地方 那我觉得 它的硬伤就是呢 空间比较小一点 然后它的高度 它的房间高度 但我必须说 我入住的那间是 站前 我不确定 它每一间饭店 是不是装潢是一样的 但站前那间的 房高 是真的很矮 就是不高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 那种180几公分的人 入住 你会觉得有点压迫感 但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对啊 我本身不是多高 170几 所以我觉得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但因为它的价格 真的是蛮甜的 900多块 加碎 大概也是1000出头 那它的书桌 也是比较小 如果你是有办公需求的话 可能会对你来说 有点狭小 但是因为它房间 真的很小 所以我觉得 一切就是将就 以它的价格来说 跟它的干净程度来说 我觉得是 你若入住 你会觉得是舒服 过夜是很自在的 那这间 它的Aguada的分数 是8.6 我说是占前的分店 那我本身给它的分数 是8.6分 纯粹是因为 它干净程度 没有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什么噪音也没有呢 然后整个空气的 那个品质 也维持得很好 但它的地理位置 就比较不OK 它是位于靠近北门 但是走路也有一段路 但是没有那么方便 附近也没什么 吃的只有便利商店 就是7-11 所以这个是 小扣分的地方 那我刚刚讲的 第二个那个 Hotel Papa Wild 它就是位于西门町 所以真的没话说 旁边转角就有很多 什么炸街啊 咖啡厅啊 那再走一段路 就是到西门町 就电影街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第二间的地理位置好很多 那城市商旅 站前店的那个地理位置 离商圈 不管是大道城 或是圆环商圈的那个零下夜市 都是要再走 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路程 所以是真的都蛮远的 但单就它的居住品质 就是我觉得干净程度啊 或是居住起来的 整个空间的气味啊 或是声音 就是我觉得分数是蛮高的 在此推荐给你第三间 城市商旅 接下来还有三间非常厉害的旅馆 要给你推荐 但是因为时间长度的关系呢 我要猜成上下集 我们上集呢 就推荐三间 城市商旅是第三间 第二间是Hotel Papa Wild 第一间是文甲行旅 在此推荐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有任何旅馆 要让我试住啊 写心得评价 在我的资讯栏位呢 都有信箱 你可以写信给我 或是到IG去搜寻 其实你应该私讯给我 也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心得 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或是你的疑难杂症 跟我分享 我都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 给大家看得到 你收听的 没关系 我都去看得到 你这边 你应该怎么办